作為藝術家 講到做藝術家 我從小開始就很喜歡畫空仔 沒什麼機會學畫畫 也都沒打算做藝術家 一直到大學的時候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 我很幸運遇到藝術家 得到他的鼓勵 所以我就跟他學現代水墨 立志要做藝術家 也是因為留老師的關係 特別是他提出格武筆的名 所以我創作一直都沒有用到武筆 我就找到走瓶的瓶塞 就是用水蟲軟木造成的 我就把瓶塞切成 好像印章那樣的工具 用來填墨做塔印 後來發覺印出來的效果相當不錯 所以就變成了我的創作工具 我的作品最主要就是受到中國古代碑塔的影響 所以我一般都會先做一塊底板 底板上面就是刻上我需要的一些文字 然後將畫紙鋪在上面 就拿我的軟木印句 做塔印 在印的時候 就要控制 墨的龍淡深淺 然後將我需要的圖像 很寫實地表現出來 如果你細看我的畫 裡面的圖像 其實可以發現 它的背景都有很多物質 我想這就是 將古代的中國 絲畫合一 做一種現代的詮釋 今次很高興可以參加 一張去北的展覽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的作品